年初二 很多民众都跑到台北 这个峡海城隍庙来参拜 除了过年走春 有很多人是想要求个好姻缘 因为这个西洋情人节 马上就要到了 周边的贩卖贡品的业者也估计 在情人节当天 基本上业绩也有希望成长一到两成 甚至还有命令老师 推出了这样的幸福扭蛋机 不但可以来抽签师 还可以帮忙解签 每个人都是卯足全力 要来抢功月老上级 人手一炷香 希望月老来帮忙 大年初二人潮满满 到台北峡海城隍庙 不只是龙年走春 更多人希望月老前程 在即将来临的西洋情人节 千里姻缘能一线前 可以个性好就好 对对对 其他随缘 一起出国 我希望可以赶快结婚 那你呢 顺其自然 韩国没有半月老的文化的关系 第一次吗 对第一次 连南韩民众都跨海慕名而来 因为南韩习俗 只有三神奶奶没有月老 而且现在庙宇也与时俱进 数位化 让你能线上跟月老参拜 庙方同时跟金站 合作情人节计划 扫QR Code求签 就能抽住宿券 另外也和设计购物平台 联名推出桃花仪式小物 二月底则会和服饰品牌Aerospace 一起发表宝特瓶回收部商品 附近店家也赚起月老财 除了拜月老 也有业者推出幸福扭蛋机 只要扭一扭 就可以看看自己的姻缘 像我抽到望族旅之事业 望摇带之事业 代表和心上人很素配 得赶紧把它追到手 不少人还会再抽个圣千 业者说假日通常抽过五十人来抽 一天就能赚进上万元 更别说拜月老用的贡品 红枣的话它是代表找到幸福 那枸杞的话是代表祈求好运 那糖果的话就是甜甜蜜蜜的意思 共品业者生意强强棍 预计业绩将成长一到两成 春节年货赚薄薄 情人节更要把握机会 招财进宝 华视新闻华天皇瑞玲 台北报导